大肖市座上宾,也正式在这次座谈会上,以建立首席经济学家既度立会制度,会议还征求了在场各位经济学家的意见。 网传流逝于质疑李大肖因而底的提法。 对于此次未入选中,正写首席经济学家委员李大肖没有正面回应世界。 一向在微博表现活跃的李大肖,也未就此事发表之言片语。 有网友认为,网红而已,没什么水平。 1月28日,三大股指冲高回落,最终失手260。 0点,护指收报2596.98点,跌幅0.18。 深城指收报7589.58点,跌幅0.08。 中小板指收报4954.63点,涨幅0.19。 创业版指报1259.74点,跌幅0.45。 开市前一大早,李大肖发微博称,春天来了。 午间休盘期间,李大肖又说,终于可以放心用午餐。 收盘后,李大肖再次向世界强调,春天已经来了。 frequent病患者的初期。 loud部分数未来就说,终于是在爆育的中心宝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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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若宝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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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